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他在家实在太疲了 而且他爸爸实在受不了他了 然后他爸爸就会揍他 同时呢 他爸爸既然是会揍人的人 这个基因就遗传给他 他的学校就会揍别人 因为有很多妈妈就很自责啊 想说是不是我今天 带他去学跆拳道啊 是不是今天我给他看了 一个某个暴力的卡通啊 或什么 我想这些环境的影响 的确是会有 但是你可以想想看 在我们上一代 没有暴力卡通 也没有跆拳道 空中道的时候 对 想说打更凶 对 每个小孩就是 用拳头打架都算是和平的 只要不拿武器都没事 在那个年代的小孩 都打来打去的 其实南海 很多在成长过程当中 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些 动手动脚的行为 我想我们应该约束 在一个伤害跟道歉 跟一个我们说 事后弥补的一些教育上 比如说像如果妈妈 刚刚就有一个很好的时候 她叫她跟另外一个孩子道歉 而且她知道她自己 这个冲动动作是错的 但说老实话 并不会影响这两个男孩的友谊 大部分男生的友谊 其实打来打去啊 大部分不会太大的影响 有的时候还是不打不相识 身为更好也不一定 我其实后来找到 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说如果她动手的话 我通常都会告诉她说 我就会说 你这只手是拿来做什么的 不是用来打人的哦 所以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呢 你都要帮我用你这只手来擦桌子 或者是晚上我睡觉的时候 你要帮我捶背 我总是要让她知道说 你这个举动呢 你换来的这个因果关系是什么 因为我要让她知道说 这只手是用来做好的事情 不是用来做打人的事情 扶一下劳动意就对了 对对对对 让她可以永远记得 这个方式是OK成立的吗 王老师 OK 这就是身教啊 对啊 教她应该怎么去使用她的肢体 或者这个肢体不是拿来用打架的 但还有一个东西也可以做 你要记得提醒她 因为你在当下已经看到她用的是什么 空手道的知识 对 我又没有告诉你过 你学这个东西不是拿来打人的 对 这就是一个对小男生 比较冲动型小男生的一个提醒 你要回到的那个历史的那个原点 所以她现在空手道庭 改练武士刀 哦呦 很恐怖耶 不好吧 这更恐怖耶 她下次传照片给你看 你下次这个只是一拳这样子 武士刀 还穿那个阿尼基的鞋 男主汗 对对对 Oh my god 她现在改这个路线 是她要求还是你帮她改的 她要求 因为我们去日本 她看到我好喜欢 结果她回来就开始训练这个东西 我认为 刚才那只是单一事件 她并不是常常欺负人的小朋友 所以这倒是还好 看到比较弱小的应该会 可是我们在这边必须要归纳出来 有些孩子常常欺负同学 那是有归纳出来有五大的原因 那第一个我把它除分为两个 第一个叫做家庭因素 第二个叫个人因素 我们先来看一下家庭因素 第一个 在暴力电玩跟卡通中间成长的 的确是造成现在孩子的暴力行为 越来越多的其中一个因素 第二个 家庭教育里面是以暴制暴型的 好 根据幼儿教育的一个研究 三岁前你的孩子如果被你打过的 不好意思 五岁后他就是会动手的孩子 有的时候呢 你可以 你可以 他犯错的时候去做禁止 不准怎样 或者说是隔离 这就像电脑一样可以把它禁掉吗 好可怕啊 对啊 还有很多很多家庭的那些方式 你是可以用的 不见得一定要只用打 来作为你的管教的一个方式 这就是我们常在讲生教的重要 还有一个家庭教育是逆爱型 是啊 不要以为只有以暴制暴型的家庭 逆爱也不行喔 对 如果你家里面是逆爱型 这个孩子呢 是从小可以打弟弟妹妹的 他到长大之后 他就会是那种 可以出手的那样子的一个孩子 所以你看这两个极端 都是家庭上面的教育 有没有 以暴制暴的长大的 或者是逆爱长大 都会造成他是常喜欢欺负人的小朋友 那另外一个个人的因素 这个孩子的因素 第一个就是好玩嘛 好玩呢 好玩要注意一个东西 有些孩子打人 常打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喜欢看到同学被打的反应 那就会造成这个喜欢打人的 就更喜欢打人 这就是只是好玩而已 那要告诉他 这并不好玩 要很严肃的到他面前 板下一脸来跟他讲说 虽然那个同学被你打 他一笑的稀里哗啦 但是我告诉你 这是打人 这不好玩 这要教育的 OK 那第二个呢 就是根据美国那边的统计 大家都认为说 私立小学 或私立幼稚园 这些很重视成绩的 这些的学校呢 这个霸凌事件 或打人的事件 是比较少的 结果刚好相反 在比较重视成绩的 成绩上面竞争的 这样子的一个小学或幼稚园呢 那个霸凌的事件或打人的事件 是比一般公立小学要来得多 真的假的 原因是因为在这一群孩子里面 总会有成绩好的跟成绩差的孩子 对 当你的孩子是成绩比较差的 他没有地方可以得到他自己的满足的时候 他就会以欺负人打人等等这个东西 当作他宣泄得到自尊心的一个方式 好 维尼姨妈的小孩好像也会打人 对不对 因为我们家有三个 那我现在观察 哥哥可能因为在我们之前不知道怎么教的情况下 我们会用 爱的小手然后去 处罚他 对 去处罚他 然后现在变成说弟弟啊 他会去推妹妹 然后打妹妹 因为妹妹做不对的事 比如说把水弄倒 然后或者是说尿尿在地板上 然后就跟妹妹说 这是不对的 不可以 就模仿你的口气就对了 对对对 然后我想这个不是我 我讲的话吗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因为爸爸他现在 爸爸跟我的那个 爸爸的口头禅比较严重是 然后我就想 嘘 小声一点 我那个不要一直跟你的小孩讲 揍这种声音 因为磕在脑袋里了 我儿子刚好现在三岁啦 然后他就常常会 如果我们这样拍一下屁股啊 他就这样子哦 不要揍我 你不要揍我 然后就一边讲一边哭 然后自己回过头还会去揍妹妹 所以你看呼应的汪老师刚说的 三岁前有没有爱的小手啦 等等的在出发 我们没有就是很情绪化 可是我们想到会这么 还是会有影响 会磕下来大的 在学校这我们预料不到 来 爹爹妈妈 小孩到今天都在学校 跟同学打架 小孩资格已经带架 妈咪真的快疯掉 因为我的小孩呢 是属于那种荣誉心 非常非常非常浅 比如说最近才发生的 就是呢 他没有寻上班长 哦 他回来就会大分 哎呀 我跟你讲 单班长好累哦 你知道他班长很笨的 像爸爸妈妈从来也有当过 其实我常当